第1611集 出海 这是一个死局 比当初监政被封印 云州叛军视如破竹的情况更加无解 至少那时的破局之法有洛宇恒 有阿苏罗 有许清安的众生之力等等 可是现在 涉及超频层次的战斗 超凡只是有入场券 根本左右不了大局 如何是好 即使聪慧如怀请 才智超群如楚元枕 反正除了丽娜 天地会成员的智商都不差 可就是想不出破局之法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任何计谋都是歪门邪道 许清安打破沉寂 路要一步一步走 我现在的目标是晋升半部武神 明日便出海 最多三个月 三个月后 不管有没有晋升半部武神 我都会回来 宋清已经参透 兼证留下的阵法 并克制成阵盘交给许清安 只要他能寻到合适的吞噬对象 便可祭出阵盘 辅助他炼化对方的生命精华 许清安接着说 我们至今不知何为大吉 但知道敌人是谁就够了 超频由我和神叔去扛 你们不用管 但佛门的超凡 乌神教的超凡需要你们去扛 楚兄 希望我归来之时 你已经踏出自己的道 晋升超凡 阿苏罗 你距离一品只差一线 如何突破 选择走哪条路 你自己斟酌 金连道长 你已重返巅峰 十二品大圆满 杜劫可有希望 还有横远大师 你的杀贼果位不要浪费 不知如何炼化使用的话 可以向阿苏罗请教 诸位 时间有限 尽快提升自己吧 三个月后 如果我还不能晋升半步武神 我希望大家能离开九州 出海避难 至于圣子 天宗封山隔绝红尘 你是天宗圣子 应该还回得去 带着身边的红颜知己 上山避难去 话说到这份上了 连李灵素都没了插科打混的兴致 沉默着点头 许清安起身 朝众人拱手 三个月后见 天地会成员默然起身 第一声说道 保重 保重 此日 十万大山 挽腰女皇的寝宫里 身段曼妙 背影无限美好的银法妖姬 坐在梳妆镜前 姿态妩媚的苗眉咯咯笑道 海外地图 哪有这种东西 我们妖族 可没有画地图的习惯 九条毛茸茸的虎尾 拖叶在地 像是漂亮的白裙子 身后几丈外的许清安皱了皱眉 心说 你玩我呢 之前借助福香联系的时候 明明说好的 九尾天虎转过身 修长的玉腿 并在一起 严丝合缝 媚笑 本国主亲自陪你出海 雪银罗旅途寂寞了 本国主还能侍寝 祝你排解苦闷 她笑容仿佛能勾人 妖眼魅惑 清晨 东海上薄雾弥漫 叉子烟红的朝霞将天海摇摇隔短 碧空中陈星辽落 几只海鸟悠然划过 贴着蓝紫色的海面自在飞翔 许清安站在船头迎着海风 劈波斩浪般的前行 身后几丈外 小蛮腰系着皮球 充当裙子的九尾狐坐铐在船弦边 瞇起狐媚的毛子 眺望远处海面 海风吹拂里 睫毛微微颤动 侧颜精致绝美 风华绝带的游武 他们脚下这艘船是四天剑的法器 每日能航行千里 船的动力是孙玄机刻在底舱的水系和风系阵法 以这艘船的建造材质使用寿命大概是两个月 再长就需要术士进行维护更换阵法 以及承载阵法的材料等 很新奇 九尾天湖的笑容就像一个老司机在调侃还没毕业的小弟弟 幽冥残距离南疆不算远 这次是你真正意义上的出海 是不是对海外非常向往 他在船头都站了好几个时辰了 许清安冲耳不闻 宁力远眺 许久后指着海平线的尽头 嗓音低沉 知道海的那边是什么吗 九尾狐一愣 本能地回答 神魔后裔 不 许清安摇了摇头 转过身来 双目灼灼 我原以为海的那边是自由 后来发现是敌人 再后来 才知道原来是病毒 见狐妹子神色呆呆 脸上写满茫然 许清安就觉得索然无味 没意思 听不懂我的梗 这时候九尾狐反应过来 撑到 你又说胡话了 许清安反问 什么叫又 好像咱们很熟的样子 九尾天狐显然不是有问必答的乖顺女子 眨巴一下毛子脚侠 你猜 除了福江还有谁 许清安没搭理他 懒得回答 继续跳往海面 跟我说说你在海外的见闻吧 引发妖机收敛魅态 望向西南方 往西南方在航行五百里 有一座布满溶洞的岛 岛上栖息着娇人 娇人女王是超凡净 估摸着 是三品出气的实力 那里是我们出海后第一个坐标 到了娇人岛 就要往南航行了 娇人哪 比超凡差了些 即使抽干他的精血 对我也毫无避议 许清安心里一动 他们是不是会唱歌 用歌声引诱出海的渔民 把他们遍进海里吃掉 九尾天狐摇头 他们想吃人 需要用歌声引诱 随便掀起风浪 打翻船只就成 这和我想象中的娇人不一样啊 许清安不甘心地问道 他们长什么模样 第1612集 娇人 九尾天狐闲聊般的科普 人身鱼尾 尾巴覆满青色或黑色印铃 娇人容貌娇美 不管男女都有着极为出色的外表 据说 他们对配偶极为忠诚 一旦确立配偶关系 便只会对他发情 而一旦配偶死亡 娇人便不会再另寻新欢 甚至会离群所居 年岁达到三百年的娇人 体内会接出一种珠子 握着珠子见到心上人 珠子就会发光 你这让我想起了困扰广大青年的问题 是选头还是选尾 许清安一边在心里吐槽 一边点评道 很有意思的族群 唯一的遗憾 就是人身于尾 观赏性极强 实用性不高 除了熟悉的航线 你有尝试过拓宽航道吗 你没找到同族 很可能他并不在你熟悉的这条路上 所以说你没出过海 见识有限 银发妖姬 艳然一笑 笑容里有着某种优越感 就像天空翱翔的熊鹰 在俯视井里的青蛙 海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虽然你如今能招游西域木进山 可九州 只是这片天地的一部分 而非全部 你根本不知道九州之外的世界 有多广阔 也不会知道 海洋有多磅礴多浩妙 一旦走错了路线 很可能迷失在茫茫大海里 即使你是一平五夫 能遇风飞行 也会迷失 我告诉你一些普通超凡强者 不会知道的秘密 曾经有神魔后裔出海探险 结果迷失在了 无边无际的海洋里 等他重新返回九州 已经是十几年后的事 你知道他是怎么找回来的吗 这 涉及到此方世界的一个秘密 说完 引发妖机目光紧盯着许清安 试图从他眼里 看出惊讶和求知欲 什么秘密 许清安漫不经心的问道 无非就是绕世界一圈 然后发现这片世界是圆的 他心里吐槽 九尾天狐不满意 他的态度娇哼一声 改变主意 不打算告诉他 真正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比如九州之外 浩渺汪洋上 不是只有岛屿 也有无边无际的广袤土地 比如那位神魔后 一漂泊数年后 朝着一个方向飞 结果竟然回到了九州 发现原来天地是圆的 这些秘密虽然不重要 却关系着天地的本质 许宁燕这家伙晋升一品后 态度便如此巨傲 他不高兴告诉他这些 让他当一个没见识的九州土著 在你所认知的路线里 有没有二品镜的神魔后裔 许宁燕问道 银法妖姬摇头 本国主一个人 便能横推路径上的 所有神魔后裔聚居地 这就有点难受了呀 留下的都是些歪瓜裂藻 好勇处 许宁燕眉头紧重 如果要依靠三品镜的精血 往南八百里或许会有收获 那里是一片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九尾天湖没把话说死 什么地方 许宁燕顺势问道 但银法妖姬卖了个关子 没告诉他 两人就这样在海里漂泊了三天 第四天 许宁燕意识沉浸到帝书碎片中 发现混沌空间里 对应八块碎片的光团 已经变得极为暗淡 这意味着他手里这块碎片 与其他八块碎片的联系 已经极为微弱 用通俗的话说 没信号了 感觉再过几天 我就要漂到失联了 意识沉浸在帝书中的他 耳阔移动 听见银法妖姬柔媚悦耳的嗓音 那便是娇人岛了 许宁燕连忙睁开眼 看见九尾湖高挑的身段站在船头 指向海平线尽头 那里隐约有一座岛的轮廓 因为距离和角度的原因 只能看到岛屿的一角 分辨不出它具体有多大 银法妖姬笑吟吟的 骄人性情比较温和 咱们可以到那里做客 顺便了解一下 海底有没有神魔后裔聚居地 你知道的 水属性的神魔后裔 喜欢居住在海里 而海底 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领域 骄人则是陆地和海底 都可以生活 他虽然出海数次 但始终没有对海底进行探索 狐狸精不擅长水战 如果运气不好 遇到同境界的水系超凡 极可能会翻车 当然 粗鄙的武夫就没这方面的顾虑 哪怕遭遇同境界水系超凡的袭击 武夫也能凭借自身的粗鄙 再挨一顿罪毒的打后 安然无恙地回到海面上 没记错的话 娇人女王还未婚配 许银罗可以收服她 待在身边 寂寞的时候临幸 狐狸精媚笑 调侃我会让你感到快乐吗 许强邪逆她一眼 话风一转 嗯 事不宜迟 我们赶紧去娇人岛打探情报吧 正说着 翻涌的毕波送来一句服尸 这具尸体已经被泡得发白 上半身形象与人类女子相差不大 头发是墨绿色的 后背长着一排小巧的背棋 下半身应该是鱼尾 之所以说是应该 是因为尾部齐腰而断 断口血肉模糊 像是被某种怪物硬生生咬断 这位娇人身上穿着一件 藤腕编织的青甲 青甲内血肉模糊 早已死去多时 咦 九尾天虎审视着尸体片刻 这是娇人女王的轻卫队 看来娇人们遇到麻烦了 第1613集怪物 许清安招了招手 在碧波白墨中再沉再服的女性 娇人尸体浮空而起 在两人面前悬挺 没有明显清晰的牙印 行凶者的身躯应该非常庞大 直接一口咬断 许清安审视着娇人腰斩处的伤口 做出判断 是遭遇了大型劣使者 九尾天虎等他说完 语气平静地接过话题 据我所知 这片海域附近 没有大型劣使者盘踞气息 如果这个娇人 不是娇人女王的轻卫 而是普通娇人 那可能是遭遇了 偶然间误入娇人海域的劣使者 至于现在嘛 娇人岛多半出问题了 因为女王的亲卫 是不会离开娇人女王身边的 许清安点头 所以亲卫遇到劣使者 就等于女王遇到劣使者 而娇人女王是超凡强者 却仍有亲卫被杀死 推理结果不言而喻 敌人也是超凡 海外超凡强者这么多 一出海就能碰到俩 许清安满脸惊讶 像娇人岛这种族群世代栖息地 就类似于一个小型势力 由神魔后裔组成的势力 有着超凡强者坐镇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个例子就是 庸名残栖息的残岛 但随随便便就遇到超凡 仍有些夸张 银发妖姬撇嘴 我上次出海 除了固定栖息地上的那些强者 几乎没有在途中遇到过超反境神魔 言下之意 这种情况属于小概率事件 可能是焦人族招惹了什么强敌 或者恰好有别处的神魔后裔游荡到这里 许清安接着观察尸体 忽然眉头一皱 或许有麻烦的是我们 就为天狐看着他 用疑惑的腔调N了一声 这具焦人尸体泡在水里的时间超过十个时辰 但焦人们却没有寻回同伴的尸体 而尸体上也没有被海里鱼虾啃食的痕迹 这说明什么 银发妖姬冰雪聪明 稍一点拨立刻明白过来 他皱着眉头说道 那个强大的掠食者 还在附近海域游业 所以焦人不敢出岛 附近海域里的生灵 要么被吃了 要么吓走了 因此这具尸体保存相对完好 没有被海里的鱼虾啃食 笔波荡漾 船只保持着云速前行 随着波浪微微起伏 接下来的路程中 许清安和九尾天狐沉默地等待着什么 阳光灿烂 天空蔚蓝 闲行的海风吹起发丝和衣角 突然间许清安耳阔移动 听见不远处的海底 暗流忽然汹涌 有庞大的怪物在水中游动 与此同时 武者的危机预感开始试景 赤裸裸的杀意和恶意 不加掩饰 许清安看了一眼银发妖机 狐狸精走到船舷边 两条大长腿修长有力 小妖轻轻一扭 一根毛茸茸的虎尾 豁然翘起 刺入海面 另外八条尾巴扬起 空雀开平一般 徐徐浮动 蓄势待发 许清安宁神细听 耳边尽是哗啦啦的涌动声 海面下的暗流一下子猛烈了无数倍 缠住了 她心里默默说了一句 这是身边的九尾狐 紧致健美的大长腿猛的绷紧 双膝微微一沉 身后的八条尾巴一瞬间绷直 小妖一扭一拉 就像一个吊手一般发力 下一刻海面隆起水花喷涌 哗的一声 白沫和碧涛喷起十几张膏 在泼天大雨中 一道庞大的巨影跃出海面 映入许清安和九尾狐眼里 这是一条蛟龙 通体覆盖漆黑鳞片 头颅猙獰丑陋 背部长着一排骨刺 额头也有一根长枪般的脚 与寻常蛟龙不同 他的四肢极为粗壮 爪子之间长着厚厚的肉脯 整体形象看起来更像蜥蜴 此外 他的神区遍布着扭曲的错乱的纹路 看一眼就会让人头晕眼花 胸闷呕吐 三品中奇的样子 气血浑厚 实力很强 许清安瞧了一眼 便估摸着对方的修为 这不是他眼光有多毒辣 而是蛟龙没有收敛气息 尽情的张扬着凶狂气焰 他双眼一片赤红充满暴力 缺乏足够的理智 这条蛟龙身躯被毛茸茸的狐狸缠扶 眼见无法挣脱狐狸尾巴 沉沉的嘀吼一声 竟一头撞了过来 银发妖肌艳丽红唇一条 身后八条叙事待发的尾巴 铁锁般的窜出 分别勾住蛟龙的颈部 四肢尾巴以及腰身 扑扑的 让人毛骨悚然的血肉分离声里 蛟龙身躯寸寸分离 腥红的血水洒落 许清安赶在血水洒落海面之前 将他们收集起来 凝宇掌心 被分成一段段的蛟龙 依旧没有死去 断口血肉蠕动 试图再生 但他失败了 就维护深谙对付三品神魔后裔的方法 那就是切片 切得越散碎越好 然后把残肢控制 不让他们汇聚在一起 如此一来 虽然生命力强悍的缘故 超凡不会立刻死去 可残肢的生命力 并不足以再生出一个全新的躯体 就像现在这样 蛟龙的每一段身躯都在尝试重生 可他们的精血有限 不可能长成一个全新的个体 他的灵智似乎出了问题 无法沟通 九尾狐审视着蛟龙片刻做出判断 是什么让一条超凡镜的蛟龙神志出了问题 许清安说着屈指一弹 只听扑的一声 蛟龙头盖骨被掀起 碎骨块和脑部组织四处飞溅 同时一条虚幻的蛟龙 从肉身中分离 这是他的原神 第1613集 来得正好 蛟龙的原神是完好的 但他的暴力凶狂 没有因肉身的遭遇而好转 当空盘绕一圈后 又朝船头的两人俯冲而来 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呀 这样的话 就算是倒数中的问灵也问不出有用信息 好 忘了我只是个粗笔五福 不会倒数 许清安张开嘴用力一吸 宛如深渊俱口 把蛟龙的原神吸入嘴中 许清安后颈处 其绝骨撑起皮肤露出清晰的轮廓 头部微微蠕动 像是在咀嚼着什么 恶请 许清安说道 把他拼回去 九尾天狐松开禁锢 把一段段躯体四肢凑在一处 他们便自行蠕动着结绪 很快就恢复成一条胸狂强大的蛟龙 蛟龙静静的悬在空中一动不动 许清安张嘴把龙魂吐了出来 龙魂没有了方才的胸狂 但神情呆滞 形体愈发虚幻 且头部不再是猙獰的蛟龙头 而是三角形的虫头 他的意识被抹出了 三魂中的天魂也被七绝骨吞噬 这是尸骨踏入超凡境后的能力 吞噬傀儡的部分魂魄 然后把剩下的残魂与子骨融合 话而言之 此时的龙魂就是子骨 龙魂回归蛟龙肉身 他的毛子恢复些许灵动 但相较正常生灵而言 依旧有些呆滞 就为天狐见状收回尾巴 任凭蛟龙落于水中 蛟龙乖顺的绕着船只游液 像是忠心的侍卫 古术确实好用 这就收服了一个超凡境的神魔后裔 九尾天狐言语间满是羡慕 虽然是蚊子肉吧 但三品的生命精华对于我来说也是大补 这趟出海如果没有猎杀到二品 乃至一品的神魔后裔 收集一些三品也不错 总比空手而归要强 许天安还算是满意 有收获心里就安稳一些 九尾天狐趁机捞好处娇声说道 这时蛟龙脑袋探出海面 口吐人言抱怨 有没有搞错阿萨 这么鸡婆的女人还留在身边 睡了她再把她踢到海里呀 不该宰 银发妖姬面臣似水怒视许天安 他说的话跟我有什么关系 许天安笑容满面 没搭理狐狸精的不快 许天安宁神感应了一下蛟龙的天赋 顿时眉头紧皱 睁开眼 诧异说道 这条蛟龙有问题 银发妖姬冷笑 是他有问题 还是你有问题 许天安不是在说小 蛟龙的天赋神通异常混乱 有水系 火系 雷系 土系等元素类神通 此外 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神通 这显然是有问题的 他边停下船只 边把自己的发现告知九尾天壶 银发妖狐听得绣眉连咒 不可能 他似乎想起了什么 两条湖尾探出水中 在哗啦啦的海浪翻涌中 将蛟龙抓了出来 浮在半空 妖族的天赋神通 通常凝于内丹中 神魔后裔的话 看血脉稀薄而论 神魔血脉纯度高的 会烙印在血肉体表 血脉稀薄的 则烙印在内丹中 就为天狐说道 许清安说 这条蛟龙身上的纹路 就是天赋神通吧 亮晶晶的美眸 凝视着那些扭曲的纹路 引发妖姬 边点头边开口说道 我大概知道原因了 这些纹路会混乱原神 所以刚才我没仔细观察 你看 他们是错乱的 许清安汉手就为天狐继续说 非但如此 这些纹路所代表的天赋神通 全部都不一样 而且 每一个纹路都是残缺的 它就像是残缺天赋神通的聚合体 我想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感知到 天赋神通乱七八糟的原因 许清安沉吟片刻 凝视着妖姬美艳的面孔 这是什么情况 专业问题请教专业人士 我怎么知道 他翻了个娇媚的小白眼 接着脸色凝重 天赋神通生来便有 是存在于血脉中的 有的是单系 有的是双系 但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仅是天赋神通残缺 就足以说明问题 许清安斟酌着说道 他陷入狂暴丧失理智 会不会和身上奇怪的纹路有关 正因为多了这些乱七八糟的神通 所以才封魔了 九尾天湖恩了一声 我也有这样的怀疑 但他的神智已经缺失 之前去过哪里遭遇了什么 我们无从得知 他一脸可惜 许清安却笑道 我们不知道 但焦人女王说不定知道 先去拜访焦人岛 探探情况 咱们帮他解决了一个强敌 打探一些情报总不过分吧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神魔后裔聚居地 强大生物栖息地等情报 嗯 顺便见一见以美貌著称的焦人女王 这时不远处的海面上钻出一颗脑袋 是个模样极为标致的美人 有着墨绿色的头发 碎金般的铜人 以及尖尖的耳朵 既好奇又胆怯地 打亮着船头的许清安和九尾狐 来得正好 许清安心里嘀咕一声 探出手掌 五指用力抓射 女性焦人脸色惊恐地挣扎起来 修长的鱼尾不停地拍打 就像一条被人拎在半空的鱼 许清安这才看清焦人的下半身 与普通的鱼类相差不大 但分叉的尾骑厚实宽大 感觉一甩尾就能把人拍死 鱼尾甩动有力 线条优美 搁在人类女性里 这就是条 是双贱美的大长腿 许清安注意到 他身上穿着藤甲 拨梗挂着珍珠 扇背穿成的项链 传达意念 你是焦人女王的亲卫 焦人肯定不会说人类的语言 好在元神强大到一定程度 可以直接传播意念 代替语言 最粗浅的用法 就是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喜怒哀乐 想用意念代替语言 元神层次至少超凡 你们是什么人 那女性焦人说道 焦人说的是神魔语 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语言 所以许清安没听懂 银发妖姬淡淡说道 你没资格向我们发问 回答我的问题 他当即外放一缕气息 便让女性焦人鱼尾站立 露出恐惧的神色 用力点头 九尾天虎脸色严肃 瞧着极为冷艳 这时候的他 才有了几分女王的高冷 问道 你们焦人岛 是不是遇到麻烦了 说着 看了眼甲板上的半截人鱼尸体 被许清安拎在空中的女性焦人 目光停留在甲板上的尸体 露出悲哀之色 不久前 有个强大的神魔后裔来到焦人岛 吞噬了我们不少族人 女王率领轻卫出海战斗 没能赶走对方 好多姐妹都被吃了 焦人的爱情观 忠贞到畸形 遇到任性的夫妻 还会坚持一胎制度 别说三胎 两胎他们都不愿意 所以 即使经过无尽岁月的繁衍 焦口数量也一直上不去 有时候甚至是负增长 每一位族人都异常珍贵 许清安问道 这条焦龙为什么要吃你们 女性娇人憋屈地摇头 我不知道 族人们现在躲在岛内的溶洞里 不敢出海 女王受了伤 在宫殿内休养 我是出来探查情况的 刚才听到这边有她的吼叫声 便过来看看 说到这里 她又想起了被怪物支配的恐怖 碎金般的眼睛慌乱地转动 左顾右盼战战兢兢 你们也遭遇了她的袭击吧 我只是来探查情况 并无恶意 求求你们放过我 若是让她发现我 她会发狂的 见许清安和九尾天虎脸色平静 一副完全没意识到 问题严重性的样子 她愈发焦急 你们可能不知道 她一遇到焦人就会发狂的 她一旦发狂 女王都不是她的对手 不要以为她离开了 便觉得不过如此 听不懂神魔语的许清安 转头望向九尾天虎 后者把女性焦人的话 翻译了一遍 许清安脸色一变 指着女性焦人身下的海面 惊慌道 是她吗 女性焦人低头一看 只见碧波起伏的海面 露出一颗猙獰的龙头 星红的毛子 森然的望着她缓缓的张开血盆大口 她发出一声尖叫 脸色因为恐惧而扭曲 鱼尾静鸾般的颤抖 尾部某处裂开 喷发出清亮的液体 这就吓尿了 等等 尖牙 许清安注意到 这位女性焦人 尖叫时小嘴张开 露出两颗锋利的小尖牙 焦人族没有口福啊 她有些遗憾的想 没再吓唬对方 操纵焦龙潜入海底 等女性焦人的情绪得以平复后 说道 她已经被我收服 现在带我去见焦人女王 女性焦人 目光频频望向海面 没有完全相信 脸色依旧惶恐 许清安操纵着焦龙浮出水面 操纵着她 绕船之游野 一副乖顺模样 女性焦人亲眼目睹之后 渐渐接受现实 选择相信 她看向许清安的目光 难掩惊讶 要知道 这条焦龙 可是比女王还强大的存在 而这样强大的生物 居然心甘情愿的臣服 这比杀死她还要困难 她知道 恶焦神智癫狂 没有理智 想到这里 焦人女性愈发的敬畏 但她仍倔强的摇头 我 我要先向女王禀告 她不可能私自带 如此恐怖的强者去见女王 这是女王亲为应有的觉悟 高于生命的觉悟 许清安微微汗手 早去早回 随手把她丢了出去 女性焦人在半空 划出一道弧险 噗通一声 落入海中 京城 灵宝观 披静小院里 楚元枕盘坐在静室中 望着对面蒲团上 清冷绝美如九天仙子的骆玉恒 国师觉得我该如何走出自己的道 晋升超凡 楚元枕虚心求教 身为人宗记名弟子 走的是剑道 楚元枕能请教的对象只有骆玉恒 许清安临行前的一席话 以及天地会成员陆续晋升超频 都给他带来极大的压力 让他迫不及待想要提升自己 超脱凡人 踏入超凡领域 骆玉恒在万人面前始终是清冷孤傲的模样 凛然不可侵犯 他略作沉吟缓缓说道 人宗三大剑术 欲、心、气 前两者想发挥极致 皆需强大元神作为支撑 你不修道门心法 四平已是极限 至于气 你的仰溢已经开辟出一条全新之路 只是此招讲究后绩薄发 可作为杀手锏 却难以用在正常对敌之时 楚元枕苦笑 国师慧眼 养溢 养得义气 也是情绪 人宗的夜火 恰好是七情六欲 为何不尝试往这方面探索 楚元枕眼睛一亮 继而神色复杂 他一边觉得国师给自己 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边又觉得 门后可能是万丈深渊 我要是被夜火侵蚀怎么办 难道也照许秦安双修吗 楚状元脸色更复杂了 第1616集 应该是人足 娇人岛 溶洞里 岛屿内部遍布着天然的溶洞 溶洞的入口连接着海底 海水灌入溶洞 形成适合娇人居住的天然的庇护所 阿子摆动着强健有力的尾巴 搅动滥流 在海底快速前行 夜下的皮肉分离 露出可以在水下呼吸的塞 不多时 便返回了娇人岛 他准确的寻找到一个通往溶洞的海底洞穴 灵活的钻了进去 很快穿过霞城的水底涌到 他开始往上浮 几秒之后 顺利钻出水面 阿子转化呼吸系统 抽动俊挺的鼻子 用力吸了几口新鲜空气 这是一个巨大的山窟 顶部倒挂着一根根犬牙交错的中乳石 中间是一条宽阔的河流 河流两侧是凹凸不平 但可供行走的路 阿子沿着河流继续游动 七转八转后 终于看见了修建在巨大洞窟中的宫殿 这座宫殿紧挨着石壁 一半浸在水中 一半漏在水外 建筑风格古朴简单 举石堆砌 尖顶 没有太多的华丽修饰 洞窟里 古殿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骄人 他们或在水中 或坐在岸边 把鱼尾浸泡在水里 低声交谈 愁容满面 自从那条恶骄来了之后 骄人们便不敢再出海了 骄人族两千多的骄口 食物就成了极大的难题 最开始还有骄 冒险钻出海底洞穴 在附近捕捉食物 但渐渐的 骄人岛周围已经没有可以捕猎的鱼类 再加上每次出去都有骄被杀 便没骄感外出了 如今的食物来源是岛上的野果 以及栖息在岛内的动物 可要养活整个骄人族 这些食物依旧是杯水车薪 再这样下去不行啊 我已经饿了两天 再没有食物 我就要发疯了 可附近已经没有食物了 肯海草也好啊 出去是死 躲在这里也是死 那条恶骄 为什么要对付我们骄人族 女王也不是她对手 该怎么办呢 窃窃嘶语声在骄人群里响起 一个个脸色凝重 愁眉不展 缺乏笑容 族群里充斥着压抑和沉重的气氛 有些骄人已经饿得浑身无力了 阿子大人回来了 有族人看到了返回的阿子 一边欣喜 他没有命丧交口 一边饱寒期待地问道 有没有带回来食物 阿子摇摇头 附近早就没有鱼虾了 问话的族人满脸失望 周围带着阴切目光的娇人 神色也暗淡下去 隔了几秒 又有族人问道 你挑恶骄呢 阿子 你有遇到他吗 族人们又重新望了过来 阿子点点头 他被杀了 洞窟内猛地一静 远处的娇人齐刷刷地扭头看来 眼神里带着震惊 质疑 以及一丝丝的期盼 阿子 你说什么 一位年迈的娇人颤声问道 真的吗 阿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别骗娇啊 那怪物怎么可能被杀 女王还在惊惊养伤呢 阿子 你要是骗人的话 我就去女王那里 告你一撞 周围的娇人一下子激动起来 纷纷追问 掀起嘈杂的声浪 这时 远处大殿的殿门敞开 一位中年女性娇人手持钢叉游了过来 望着聚集在殿内河流里的娇人群 训斥道 女王在养伤 休要喧哗 她容貌娇好 岁月在她脸上留下明显的刻痕 眼角有着浅浅的鱼尾纹 但就魅力来说 比年轻的女性娇人更有味道 更有风韵 这位中年女性娇人 旋即看向阿子 冷峻的脸庞稍转柔和 回来就好 阿子扭动腰肢 摆动鱼尾 游了过去 侍卫者 我要见女王 有事禀告 中年女性娇人微微汗手 随我来 两条娇当即游进殿内 宫殿内部结构简单 一座巨大的水池 墙壁上镶嵌着数不清的夜明珠 宛如繁星点缀 水池中央是一座烟红剔透的珊瑚雕刻而成的基座 基座上则是一张同样由红玛瑙打造的大床 包如柴翼的沙杖垂下 一位身段婀娜 肌肤如玉的美人侧卧在床塔 她容貌倾国倾城 五官美的无可挑剔 墨绿色的长发如同海藻 柔顺的披散 高耸的胸脯 用一张坚韧的鱼皮裹着 小腹平坦 肚气眼显得可爱精致 只是脸色略有苍白 精致的美貌微粗 呈现出一种我见有脸的柔弱 而非女王的冷傲 回来了 娇人女王声音软糯 碎金般的目光宛如梦幻 阿子瞅了一眼女王的小腹 已经不见了昨日夸张的伤口 心里微松 娇人女王察觉到她的目光 柔声说道 没有食物 族人迟早撑不下去 明日我的伤势便能痊愈 我会尝试引走那家伙 你们趁机外出捕猎便是 侍卫长脸色微扁 张了张嘴想要劝阻 最后选择沉默 那恶骄实力强大 且同样有着水系天赋 女王未必能逃过她的追击 而一旦被纠缠上 又是一番苦战 甚至有陨落的风险 可这是唯一的办法了 阿子深吸了一口气 似乎下定了决心 说道 女王 属下在外面 遇到那条恶骄了 还有两个来历神秘的强者 那 那条恶骄 被其中一个雄性人族收服了 嗯 应该是人族 第1617集 自行摸索 阿子之所以不太确定 是否人族雄性 是因为他这辈子 就没见过人族 只听族中长辈口耳相传中 描述过人族的外貌特征 神魔后裔居住在海外 几乎不与九州往来 不过 每隔一段岁月 焦人族就会派人登岸 打探一下九州的情况 了解九州的历史 因此 沿海地区有着关于焦人的传说 但是流传不广 言归正传 越强大的神魔后裔 化形成人身后 外表会保留部分本体的特征 除非用幻术掩盖 不然难以收束 比如女王化成人形后 铜色发色不会改变 身体某些部分会残留鳞片 阿子没看见那个人身上有特殊之处 所以大胆猜测 是名人族雄性 对了 还有那个九条尾巴的狐狸 阿子补充 另一位雌性 是神魔后裔 阿子详细描述了九尾天狐的模样 重点夸赞对方无与伦比的美艳 以及动人心魄的魅力 反而忽略了实力方面 因为 他并没有见到九尾狐出手 焦人女王皱了皱秀气的眉 继而露出恍然之色 柔声说道 我知道了 原来是他 他看着阿子 笑容透着水般的温婉柔美 轻声说道 你弄错了 相抚恶交的应该是九尾狐 而非那个人族雄性 阿子一脸惊讶 心说 不对啊 那个人族雄性明明很强的 我亲眼看着恶交 对他毕恭毕敬 另外 九尾狐是谁 边上的侍卫长回忆片刻 不太确定地说道 女王 你说的是 焦人女王轻轻汗手 九州大陆南疆 有一个万妖国 国主便是九尾天狐 他们是远古时代 神魔青秋狐的后裔 三百年前 九尾狐曾经来过焦人岛 那会儿 阿子还没出生呢 九尾天狐非常强大 不管是在九州大陆 还是海外 都是顶尖的强者 说到这里 他柳眉微粗 不久前 我曾感应到过他的气息 按理说 他出海不该这么频繁 莫非是九州大陆 出了什么变故 数月前 他在焦人岛 感应到那位国主的气息 但对方只是路过 气息一瞬即逝 没有在焦人岛停留 女王说得有理有据 阿子这才明白 自己认识出错 原来真正的大人物 是那个狐狸精 不 九尾天狐 是他收服了恶交 是位长展露笑容 不管怎么样 他收服恶交 对我们焦人族来说 是天大的恩情 解了焦人族的燃眉之急 阿子顺势说道 方才我在外面见到他了 他提出要见您 焦人女王没有立刻答应 思索了许久 缓缓点头 他们在哪 我带着族人亲自出去迎接 他和九尾天狐打过交道 狐狸精虽然烟是魅形 性情乖张 但对焦人的态度还算是温和 至少没有敌意 而且以对方的修为 想强闯焦人岛轻而易举 根本不需要让阿子来通报 说话前 他从马脑床上坐起身 轻飘飘的飞入水中 水流宛如被赋予了生命 喷泉般的涌起 承接住焦人女王的郊区 潘勇拖着他向殿外移动 施卫长和阿子紧紧跟在女王身后 三人离开宫殿 此时 殿外已经聚集了密密麻麻的焦人族 他们或立在水中 或坐在岸边 发出嘈杂的议论声 为阿子带来的消息 争得不可开交 但就是没有人敢外出求证 这时 宫殿的大门敞开 女王立于喷泉之上 来到族人们面前 焦人族立刻停止了讨论 他们意识到 女王会给他们一个准确的答案 各位族人 焦人女王碎金般的毛子环顾四周 声音软诺悦耳 恶焦已经被远道而来的朋友收服 我们的危机解除了 焦人们面面相去 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 欢呼声回荡在洞窟中 久久不散 阿子没有骗人 收服恶焦的强者 是何妨神圣 过时 夜火灼身并非儿戏 一个不慎 便是万劫不复的结局 楚元阵皱着眉头 表达了自己的忧虑 接着说道 况且 人宗心法修到超凡净 才会有夜火灼身之患 我如何 话音落下 他就看见洛玉恒手里的福尘轻轻打了过来 楚元阵本能的想躲 但控制住了自己 福尘拍打在他胳膊上 力道不大 但伴随而来的是喜怒哀惧 恶爱恶欲 这些情感是如此的强烈 宛如决堤的洪水 瞬间冲垮了楚元阵的理智 他时而愤怒的恨不得毁灭世界 毁灭浑浊的人间 时而悲哀的认为自己是失败者 活着没有意义 时而欢喜的要起身载歌载舞 这时 耳边响起洛玉恒冰块碰撞 充满质感的雌性丧音 抱怨归异 尝试用养溢秘法控制七情 他的话蕴含着某种力量 有效地抚平了楚元阵混乱的精神 他抓住这一线清明 稳住元神 接着开始用养溢的心法 尝试将七情转化为剑意 所谓养溢是将情绪积攒 压缩于剑内 日复一日 积少成多 最后一次性全部爆发 其核心是需要一种强烈的情感 意志 夜火灼身 恰好符合 骆玉恒目光掠过楚元阵的脸 望向了他身后的长剑 剑在翘中 已是锋芒毕露 出翘后 威力又将如何 他满意的点头 再次用浮沉拍打楚元阵肩膀 把重入他体内的七情六欲收了回来 到了陆地神仙这个境界 夜火已经不再是威胁 甚至可以操纵他用来对敌 收回夜火后 楚元阵状态立刻好转 他睁开眼睛 又是欣喜 又是忌惮 凝视着骆玉恒无暇容颜 窥探道 原来这就是夜火灼身 原来国师一直在忍受这样的痛苦 果然 每一位能成就一品的人物 都是有大毅力 大天赋 大机缘之人 不说别的 就人宗的夜火灼身 意志力不够坚定之人 早就沦为七情的奴隶 火精神崩溃而亡 但骆玉恒却隐忍了足足二十年 国师 我该如何自行收集气情 楚元阵虚心求教 他没有修人宗心法 即使骆玉恒的方法是对的 但能源不能自产 便毫无意义 骆玉恒淡淡说道 自行摸索 楚元阵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国师这性子 还真是不讨人喜欢啊 第1618集 珍珠 庄元郎只敢在心里 小声嗶嗶一下 然后他条件反射般的左顾右盼 没看到圆虎法 心里松了口气 他和许宁燕 还有其他人一样 都得了一种叫做 圆虎法应急障碍症的病 骆玉恒脸色一冷 淡淡说道 滚吧 这副姿态 他在许清安身上看到过数次 简直如出一辙 楚元准眼前一花 旋即发现自己被送出了灵宝冠 身处灌门外 他吐出一口气 朝灵宝冠躬身坐衣 转身离去 接下来的路 他自己走 青山骆驼少年行 一如当年气闻习武 泛起波澜的海面上 许清安看见前方的海面 突然隆起 形成一道喷涌的泉水 喷泉上 站着一个风华正茂的娇人女子 她墨绿色的长发随意挽起 点缀着两片背墓 她碎金般的眼眸 美得宛如梦幻 她的五官和脸 搭配出惊心动魄的美丽 同时又有一股 我见游脸的柔弱 这种温婉柔弱的气质 让她莫名的想起了 妹子许玲月 都是那种看上去打一拳 会莺莺莺许久的弱女子 很能激起男人 保护欲和占有欲 她脖梗上挂着一串珍珠项链 胸口裹着坚韧的鱼皮 充当小衣 露出白嫩矫健的小蛮腰 以及浅浅的马甲线 下半身则是矫健修长的鱼尾 覆盖着青色鳞片 在她的周围 越来越多的喷泉隆起 每一道喷泉上都站着一位娇人 略一望去 大概有两千余人 哼 阵仗挺大的嘛 银发妖姬双手抱胸 摆出一个攻势很足的姿态 微微昂起尖翘的下巴 像是等待使臣朝见的女王 焦人女王驾驭着喷涌略来 距离船只十几米外停下 盈盈失礼柔声说道 见过万妖国主 一别三百年 风采依旧 就为天狐恩了一声 边审视着焦人女王 边笑咪咪的 彼此彼此 焦人女王不着痕迹地 看一眼许清安 假装不在意她赤裸裸的目光 继续说道 听阿子说 你们收服了那条恶交 多谢国主相救 珍珠不胜感激 说完她有些期待地说 能否让我看看 九尾天狐汗手 身后的尾巴伸入海中 小腰一拧 便把一条巨大的蛟龙 拖了出来 蛟龙乖顺地一动不动 任由胡尾把自己举起 远处的焦人们 骚动起来陷入恐惧之中 但旋即发现 恶交已经变得比鱼虾还温顺 于是慢慢冷静下来 朝这边指指点点 并发出惊喜的欢呼声 因为他们确认 强大而残暴的蛟龙 真的被收服了 焦人女王审视着蛟龙 精致地眉头微醋 他 他被抹去灵质了 你可以这样认为 他现在 是我们的傀儡 焦人女王吐出一口气 表情复杂 既有痛恨 又有唏嘘 语气温柔 国主大恩 焦人族 会牢记于心 九尾天虎 坦然接受 这条蛟龙 本来就是他擒火的 此番与有人出海游历 恰逢焦人岛 顺手而为罢了 你别光顾着谢我 银发妖姬 看一眼许清安 焦人女王顺势望向 许清安 炎然笑道 阁下是 许清安听不懂 九尾天虎介绍 他是九州大陆 新进的超凡武夫 中原王朝 大名鼎鼎的许银罗 焦人女王 礼貌地汗手示意 九州大陆 超凡强者数量不少 一位超凡武夫 并不值得瞩目 至于什么许银罗 他则完全听不懂 但既然是 同境界的强者 他当然也不会轻视 阴发妖姬 笑眯眯地补充 一品五福 焦人女王 豁然扭头 重新审视着许清安 碎金般的瞳孔里 流露着 不加掩饰的震骸 他明白 一品代表着什么 品级划分是 人族推广出来的 但不是近期的事 因此 身为神魔后裔的他 也能明白 一品五福象征的境界 那是在神魔横行的远古年代 也能称之为强者的境界 至于如今 一品静的五福 几乎可以横推九州大陆 以及海外各个神魔后裔的势力 焦人女王立刻低头 不敢再看许清安 语气不自觉的带着怯生生的柔弱 珍珠见过大人 他忽然意识到辣子没错 反而是自己意会错了 真正收服蛟龙将他炼成傀儡的 恐怕是这位人族志强者 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呀 许清安面无表情 焦人岛 一座湖心亭里 焦人们把石头打磨成的盘子 顶在头上 石盘里盛满海味 成疲成疲的送到湖心亭里 这座湖底下连通着山腹的溶洞 是焦人们平时露天活动的场所之一 焦人女王珍珠在亭中设宴 款待两位从九州而来的贵客 骄俏的焦人女子们 借着送菜的功夫 小心翼翼的端详人族强者 他们知道这是一位超级强者的人物 是女王也要小心应付的存在 正是她收服了焦龙 一副强者 崇拜强者是他们的天性 许清安一边吃着海鲜 一边用眼神示意酒为狐 后者笑道 可惜没有酒 焦人不会酿酒 她感慨完望向身边的焦人女王 你与那条蛟龙相识 焦人女王有些拘谨 偶尔会偷看一下许清安 见万妖国主问话 她连忙收束念头 促眉 她是西海龙岛的霸主 很多年前 曾经与我有过交集 而后便一直追求我 想与我交配 极其令人讨厌 九尾狐 瞇了瞇一眼 那你知道 她是怎么封的吗 第1619集 不行不行 文言 焦人女王 青醋眉头 声音轻柔中 带着凝重 她身上 磕满了奇怪的灵蕴 那不是属于 她的天赋神通 她的天赋神通 是水系和肉身 简直不可思议 我从未听说过 灵蕴可以后天凝集 我觉得 这可能就是 她发疯的原因 可惜上次见到她 还是五个寒暑前 并不知道她近来 遭遇了什么 九尾天虎转头 把刚才的对话 翻译给许清安听 发疯了还要来找你 可见是真爱啊 许清安审视着 焦人女王柔美的五官 我们能用意念沟通吗 什么语我听不懂 以焦人女王的层次 用意念沟通 也不是难事 九尾天虎笑眯眯的扭头 看向焦人女王 她说 想和你换一种 特殊的方式沟通 特殊的方式 焦人女王 用软糯的嗓音反问 那 银法妖姬 嘴角一挑 狡瞎道 比如焦配 焦人女王 柔美的脸蛋 刷的账红 又惊又怒又羞的 瞪着许清安 不行不行 焦人是专情的种族 一生只有一位伴侣 银法妖姬诧异 你有伴侣了 没有 焦人女王轻轻摇头 超凡寿员漫长 我 我还年轻 不急着寻找伴侣 但焦配是绝对不行的 我只能和自己的伴侣交配 说完 觉得自己拒绝的太过果断 担忧这位一品武夫翻脸无情 于是皱着小眉头 楚楚可怜的哀求 郭主大人 帮我求情 他们在说什么呀 焦人女王表情好丰富 没学外语果然容易吃亏 我的上帝啊 为什么我都穿越了 还要惦记着学外语 这太糟糕了 许清安表面平静 内心系丰富多彩 放心 我会替你求情的 九尾天虎扭头 就对许清安说道 他认为你是大英雄 想和你交配 希望我替他说美 先把牙磨了 许清安冷冰冰地看着他 你信不信我现在 把你按在地上打屁股 当着所有交的面 他又不是色欲熏心的人 看出九尾狐在捉弄自己 焦人族既然是专情专一的种族 那么选择伴侣 必然是件无比正宗的事 焦人女王不可能是个 见到男人就双腿发软的浪火 如果说这也是对强者的臣服 那他早该臣服蛟龙 阴发妖姬花容微变 似是想到了不好的回忆 瞪他一眼 又娇滴滴的撒娇 奴家开个玩笑吗 这副姿态倒是有了几分浮香的味道 只是浮香性子温婉体贴 不像这狐狸精总喜欢捉弄别人 九尾天狐望着焦人女王说道 我帮你说服他了 顿了顿 他把话题拉回来 提出用意念交流 焦人女王柔柔地点头 许清安震荡原神 将自己内心的想法传入焦人女王的脑海 西海在哪儿 离这边有多远 焦人女王想了想 往西南方向游二十个昼夜 便是他的领地 我去过那里 他身上的异变应该与领地无关 二十个昼夜 焦人能御水速度不会太慢 我就算全力飞行 估计也要一巡左右 太远了 许清安点点头 那地方不在九尾湖掌控的安全航道上 闲聊几句后 许清安便把这件事抛之脑后 问起本次出海的目的 你知道海外有哪些超反径的强者吗 最好是二品 甚至一品 许清安问道 焦人女王摇头 海外已经很少有二品以上 包括二品的神魔后裔了 说到这里 他不自觉地压低一声音 根据焦人族祖上留下的信息 无尽岁月前 有一位强大的神魔来到海外 大肆屠杀神魔后裔中的强者 掠夺他们的领域 时至今日 已经没有二品以上的神魔了 或者后来有诞生这个境界的神魔后裔 但我并没有见过 像他这样的属于后起之朽 寿命没有超过千年 焦人女王目光扫过许清安和九尾湖 我没有见过那位传说中的凶徒 但想来他还活着 是真实存在的 你们出海的话一定要小心 尤其是国主 因为你也是神魔后裔 是那位的猎物 这些事属于焦人族掌控的远古秘心 他等闲是不会说的 但这次万妖国主和人类五夫队 焦人族有恩 他才知无不言善意的给出提醒 许清安和九尾湖对势一眼 前者叹息 慌的情况很特殊 他的本体不知道遭遇了什么意外 陷入沉睡 只能动用一部分天赋神通 猎杀神魔后裔 应该是为了唤醒本体之类的目的 自从得知荒就是当年的那位神魔后 许清安的称呼改为了他 每一位超品都是神一般的存在 九尾湖点头 你不妨再大胆一些 他是为了恢复巅峰 重返超品境界 他把海外的强大神魔推势殆尽 发现仍然未能恢复超品 于是把主意打到了坚政身上 认为守门人的灵运 能助他恢复全胜状态 你上次以蛮力压抚他 下一次就是他碾压你 许清安捏了捏眉心 一阵头疼 第1620集 躺 九州大陆三个超品还不够 海外的这头荒 如果也重返巅峰 那就是四大超品瓜分中原的处境 我和神叔只能双手抱头蹲下来 海语上大佬轻点了 许清安苦中作乐的想 乔人女王旁听两人的对话 陷入茫然的状态 他们在说什么 他指的是那位 万妖国主说 这个人族制强者 曾经以蛮力压服过那位 珍珠心里涌起强烈的求知欲 见他睁大碎金色的毛子 好奇的望着自己 许清安简单解释 那家伙叫慌 不久前曾经来过九州大陆 被我打退了 寻找他是我出海的目的之一 为了保持一品五福的逼格 他没有长篇大论的解释 但娇人女王依旧受到巨大的冲击 小嘴儿 只为一张正正的凝视着他 这个人族五福 与焦人族传说中的存在交过手 还把对方打退了 他究竟有多强大 而这样强大的雄性 刚才提出要和我交配 焦人女王芳心狂挑 一时间分不清是期待还是抵触 是欣喜还是惶恐 但作为美丽的雌性 他的虚荣心确实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接着 他向焦人女王要了一份深海地图 里边记录着一些神魔后裔的聚居地 遗憾的是 大部分神魔后裔聚居地的实力都不强 甚至没有超凡强者坐镇 但有两个地方被焦人族列为禁地 一个在东南方 据说是远古时期的古战场 那片战场有一处深渊 深渊里栖息着可怕的怪物 凡靠近者都死了 另一处是西海的某座海底火山 火山深处生活着吞噬一切的怪物 焦人族先祖推测 是远古时代的神魔不死鸟 栖息在那里 我记得不死鸟早就死了呀 古神的记忆里是这样的 许清安把这两片地方列入目的地之一 如果此番出海没有收获 他就去这两个地方探探究竟 聊完正事 许清安搓了搓手 听说焦人族的内单可以测出心爱之人是谁 在下斗胆 想要讨要一颗 焦人女王当然不会拒绝 族里最不缺的就是焦珠这东西 普通的焦珠只对常人有效 想测验超凡强者的心上人 就得超凡尽焦人留下的焦珠 如此才能让持有者表露心计 焦人女王抿嘴轻笑温柔似水 我这便派人去取 当即命令在庭外那位有着于伟文的侍卫长去取焦珠 一刻钟后 于伟文侍卫长去而复返 手里捧着一只巨大的棒 递到焦人女王面前 焦人女王轻轻招手 那外壳漆黑 形如铜盆的巨棒 自行飞到石桌缓缓的开启 细白柔软的棒肉中间 躺着一颗鸡蛋大的剔透珠子 呈乳白色 不掺杂任何杂质 但从外观看 已是价值连城 九尾狐妙目浊浊的望着珠子 全神贯注 似乎在期待许清安拿珠子 回头可以拿这东西去坑里灵塑 让他当这一众红颜知己的面去拿 许清安手伸到一半 忽然心里一动 侧头看向银法妖姬笑道 你来哪 屁这狐狸精的性子 这么有趣的宝贝 他肯定第一个把玩儿观赏 不可能这么乖 九尾狐眯着眼笑道 怎么 许阴罗不敢在我面前拿珠子 是怕暴露偷偷爱慕本国主的事实 许清安针锋相对 说啥啥 所以只能让国主拿了 银法妖姬冷哼一声 狼起尖翘的下巴 本国主就不让你如愿 许清安一脸质疑的反问 国主不敢拿 是害怕暴露心意吧 换成其他女子 这会儿肯定面红耳赤 但狐狸精不悔 媚笑道 你猜 两人勾心斗角了片刻 许清安看向娇人女王笑道 女王殿下 请 珍珠依照他的吩咐 拿起娇珠 没有任何变化 死狐狸果然是骗我的 许清安取出地数碎片 对着娇珠一照 将他收入其中 这娇人估计是个情窦未开的 享用过美食 娇人女王接着安排 娇人女性在湖中献舞 许清安一边欣赏娇人舞蹈 一边查看传书 虽然信号弱 但依旧能收到天地会成员的传书 诸位 你们有什么办法 让我不入超凡的情况下 被烟火灼身 看到楚原诊提这个问题 天地会成员都沉默了 李也想和许林院送休吗 丽娜打小就聪明 说出了天地会成员脑海里闪过的第一个猜测 楚原这一脑袋瓜子问号 连忙传书解释 丽娜 别胡说八道 我只是摸索出了近生超凡的路子 但需要七情六欲作为美剑 一号二号三号都松了口气 养溢的本质是积累意志情绪 而夜火是凶猛的情绪 如果能随时调动夜火施展养溢新法 楚状元的战力绝对会突飞猛进 达到质的蜕变 同样精通洋溢的许清安立刻领悟了精髓 楚兄 躺着就好了 为何想不开要继承超凡 未来的大事啊 是超品和一品的争锋 二品和三品都只能打打下手 你即便继承三品也于事无补啊 圣子已经躺平了 不管是现实里还是在床上 表现出极端的消极态度 最多每天起床修行一个时辰的舞蹈 然后去思天剑 找结拜兄弟讨要壮扬不慎的灵胆妙药